你熟悉的俄罗斯1276运输机 乌克兰225 美国的C17环牛霸王 中国的胖牛月20 这几个军用运输机 有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的机翼都比较靠上 但是客机 无论是空客的A350 320 还是波音的787 737 以及咱们国家的C919 他们的机翼 无一例外都是靠下的 也就是离地更近 这是为啥呢 有什么讲究吗 各位大**好啊 我是马卡业 这一回咱就讲讲 飞机的机翼 它为啥有的靠上 有的靠下 也就是上单翼和下单翼 各有什么优缺点 说到上单和下单这个词 你是不是还有点好奇 为什么都是单 上单我挺常念 但是下单的很少 一般都带个辅助吗 不是 飞机不能是双翼吗 那肯定可以 那咱就先解释解释 单翼这个单 它是咋回事 要说明白这个问题 就要从飞机 为什么能离地起飞说起了 我问你了 飞机这么重 还拉着人 它为什么能飞起来 你是不是准备回答 这不是发动机推的吗 此言差异 发动机给飞机的是往前的离 那飞机怎么会往上跑呢 其实飞机能离地 靠的是机翼 机翼在空气里面运动 产生了向上的启动力 才把飞机顶起来 发动机的作用 就是让机翼 能在空气里面运动 你不往前 就得掉下来 你别说 这规律还挺有哲学那味 这跟直升机不一样 直升机可以悬停 飞机不行 或者可以这样说 即使没有发动机 一架飞机在这停着 机翼不动 让空气动 也就是用大风吹 飞机 它也能飞起来 所以你看 飞机的机翼 很重要很重要的 不好使了可不行 机翼的生力 它是这么算的 你看和空气密度 空气速度 机翼面积 以及机翼的形式 都有关系 总结一下就是 空气密度越大 升力越大 所以你看有些飞机 它没法上高原 就是飞到高原了 也不能拉太多东西 因为高原的空气密度小 那升力也小 速度越大 升力也越大 这好理解 S就是机翼的面积 机翼面积越大 升力也越大 最后一个 升力系数C 这个就麻烦了 三两句说不清 机翼设计的好坏 就看它了 飞机要想能飞起来 纽顿说了 你这升力 至少不能比重力小吧 那咋办呢 最简单的 釜底抽薪 把重力搞小一点 所以有了后面 流传甚广的一句话 为减轻每一颗质量而奋斗 减重一公斤 奖力一公斤黄金 但是你减 也只能减飞机本身的重量 飞机毕竟是交通工具 人类发明飞机的目的 是为了运人运货的 而且一直想多运点 所以一直减重可不行 方向错了 你说你造个军机 给部队说 你说你们别拉太重的东西 拉点船单就行了 坦克炮弹啥的 可不能上去 造个客机 说咱只拉瘦子 胖子不准上飞机 那确实不像话 飞机重量减不动了 就增加生力 咋增加呢 看公式啊 第一个 增大机翼的生力系数 然后人们设计出了各种异形 研究的可深入了 这才是真正的核心科技 第二个 增加空气密度 这说起来容易 实际上根本没法做 第三个 增加飞机速度 飞机飞快点 但是要想增加速度 发动尼你得够有劲吧 原来呢 发动尼可没劲啊 还没你现在摩托车的好使 飞机根本飞不快 那最后一个办法 就是增大机翼面积 要想增大机翼面积 咋弄呢 你就把机翼 想象成一个长方形 面积就是长成宽 要么加长 要么变宽 但是太长了 有个坏处 它容易断呀 原来呢 材料也不好使 都是木的 机翼太长 它会往下搭了 那可麻烦了 来给你看个视频 一架飞机 它机翼特别长 发动尼是两条腿 也就是脚蹬的 真正的空中三蹦子 因为这机翼很长 面积也就很大 所以速度不打快 就能起飞 但是很明显能看出来 由于机翼太长 它变形很严重 材料要是不行 咔就断了 除了加长 还能加宽 但是再宽 你能宽到哪去 宽度不能比飞机长度大吧 加长加宽 这两条路都走到头了 结果生理还是缺了点 你还想增大机翼面积 咋办 当时的设计师给愁的 哎呀 抓头发扣眼睛 冥思苦想了13天 想出来个好办法 你一层机翼 它胜利不够 我搞两层不就行了吗 哎 大腿一拍 双一击诞生了 一百多年前 莱特兄弟飞的那个飞机 就是双一击 后来还有丧心兵狂的 搞了个三一击 时代在发展 科技在进步 飞机发动机越来越有劲 飞的越来越快 材料呢 也越来越结实 越来越轻 两层机翼就没有太大必要了 而且双机翼也有缺点 第一就是它生力大 但是阻力也大 第二呢 两个机翼 它根本没法产生 单个机翼双倍的生力 因为上下两层它们会互相干扰 导致加一块产生的生力 大概只比单层 大个百分之二十 所以双一击就越来越少了 但是短期内还消失不了 最有名的像咱们国家的第一架运输机 1957年首飞的运武 这飞机年龄可真不小了 但是你别说 哎 老树发心牙 现在很多运武被改成了无人机 摇身一变成了最大的无人运输机 顺风现在就在用 省油又疲势 换句话说 双一击好用不好用 得看它用在哪 比如打农药 不是吹啊 歼二零都没有运武好使 你说那啥 哎 老翔 别用运武打我了 太慢 我这歼二零肥的快得亨 一个种头 关飞好几钱离地 打我呀 一跌尽 老乔肯定会说 小伙你不动 斐机这水神了亨 你巴掷不住 回答啊 既然飞机的双翼要变成单翼 你是拿掉上面那层 还是下面那层呢 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哎 这就有讲究了 留上面和留下面 真是各有各的好处 保留上层机翼 也就是上单翼的最大好处 就是发动机离地高 发动机离地高 意味着地面上的小石子 塑料袋 被吸进发动机的风险 就比较低 这对军用飞机来说 很有吸引力 因为军用的野战机场 它保养 肯定比不了民用机场 容易有脏东西 都忙着打仗呢 谁还有空帮你清理跑道啊 另外 上单翼还有个好处 就是机翼 它不用穿过机舱 留给机舱很大的完整的空间 装个坦克之类的大件 哎呀 相当好使 那民用客机 为啥不用上单翼 而是下单翼呢 发动机弄那么低 就不怕进脏东西 怕呀 当然怕了 所以民用机场 都要打扫的干净一些 不能有小石子塑料袋 但是下单翼的好处 那也是实打实的 第一个好处 发动机低 机物去维护发动机 不用踮脚就能够到 像上单翼 弄这么高 去修发动机 还要用专门的小车 航空公司这么抠门 能舍得花这个钱 万一机屋大哥在恐高 你给他拖上去 他都要骂娘的 但是呢 发动机太低 也有坏处 机物够得到 大妈也够得到 扔个硬币 骑个福 哎呀 很方便 下单翼 发动机低 比座椅都低 也就是发动机 在乘客下面 这好处显而易见 噪音小啊 不然发动机和乘客一般高 就在你耳边 轰隆隆的 乘客要骂娘的 除了噪音小 还有个好处 就是机翼不是低吗 起罗架不是在机翼上吗 那这个起罗架 就能做的短一点 小短腿 虽然不好看 但是壮士啊 不容易断 下单翼还有个冷门用处 就是飞机出事 在水上迫降之后 乘客从机舱里面出来 机翼还可以当成一个逃生的平台 典型的例子 2009年 美国的一架320飞机 撞鸟之后 两个发动机全部携裁 萨利机长 开着飞机 在哈德逊河迫降 乘客最后都站在了机翼上 全部获救 哎呀 厉害的不行 很牛逼 到这你明白了吧 现在飞机 为什么都是单翼 军用运输机 为什么是上单翼 民用客机 为什么是下单翼 总结一句话呀 就是军机 它讲究个皮士 那X 民机 更讲究舒适和安全 上单翼和下单翼哪个好 这还真不能一概而论 OK 时间不糟了 今天咱就先到这儿啊 感谢各位大X 观看 点赞 如果在理所能及的范围内 再给点大声 那好家伙 感动 一毛钱也是爱啊 我是造飞机的马卡耶夫 咱下期见啊 仿佛 reach out of the field 再说 别忘了 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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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